那什麼是最大公因素呢? 就是一個最大的公因素 會不會是零啊? 例如... 他們的最大公因素就是六 等一下... 誰是一 不是定理 公式是什麼呢? 我忘記了 A2次加2AB對B2次 不是這個 但是誰是不是呢? 誰是不是呢? 姓筆的 Rober 你跟女朋友吃飯 她就說是AA制 價錢是831.5元 加一之後你要付多少錢呢? 457元 是錯的 是AA制嘛 你計算服務費 然後加完再除了 你是要付完的 你女朋友一位 A制你就相信嗎? 你女朋友沒付錢 對 就是這樣你就沒有女朋友了 就沒有女朋友了 難怪救不到女朋友了 每個月就賺到1萬元 但是呢 你就要付45%做家用 那今個月加多了500元 你要付多少錢 給老母做家用 225元 不懂啊 不給啊 她幫我算 要我給她還要我算 你加了薪金會跟老母說嗎? 不要 不要 不要盡量不說 這些 加500元 當然是自己拿去 太誠實了 我又 什麼老子 對不起 那位新移民的強國大媽 她來香港生活 但她每天都會去天星碼頭唱歌賣藝 每天都會有90個人給她 而每封利是裡面就有100元 一個月她可以拿到多少錢呢 九千成分 三十 哇 神經病啊 好好賺啊 這麼高的高官 還可以拿縱緩 還可以上公 還不用交稅 好 哇 不用打工了 來了 大譜 變有質 讀書來罵什麼 大聲又不夠大聲 大聲 我又不夠他們這麼有吸引力 對不對 我都是唱歌了 哈哈 港鐵主席 馬士亨多次向政府辭職 而她最後留下的原因 就是說自己有責任感 但是沙中線 就多次傳出工程問題 而這位這麼有責任感的馬士亨 連身 就大約是170萬 那請問 她面皮有多厚呢 這麼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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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有170萬厚 沒有限 沉降那個距離這麼厚 你覺得讀書的時候學的數學 在現實生活有沒有用呢 垃圾 沒有用的 都不會用到的 一學數 你覺得是不是什麼都可以計得到 沒有的 計不到 我這麼英俊也沒有女兒 我這麼英俊 世界太瘋狂了 這個世界沒有洛西 香港也沒有洛西 確實是 計不到 很黑暗 沒有家雲就不會有收獲 不過有家雲也是沒有收獲 好 我想是沒有家雲 我也有希望 在那裡 九 doubts 就算親密都有一輩子想